中国大陆的青年失业率飙迫两成 今年1158万的毕业生 被说面临史上最难的毕业季 中国大陆的年轻人成为了地摊经济的一环 有招聘平台发布了报告指出 应届毕业生毕业之后不马上找工作 选择慢就业的有将近两成 大概有9分 然后还有一些微信发给我 我应该有十家十分左右 比我预料当中要多 办一次招聘会 企业收到厚厚一碟履历 但有多少人能脱颖而出 真的成功录取 被称为是史上最难毕业季 大陆今年有1158万大学毕业生 青年失业率飙迫两成 已经不单是年轻人生计问题 更是国家社会稳定危机 了解到我们这个新生代 特别说零零贺 他们的一些喜好特点 包括他们的这个 寻求公司的一些途径和方式 创造这样一个氛围 各省市被要求大力促就业 在江苏苏州政府 用直播帮助毕业生 媒合企业 走入商圈办招聘会 早上企业面试还不够 晚上办人才夜市继续应征 白天现在温度比较高 所以其实夜市是更舒服的状态 觉得这个在闹市区非常吸引 大型的招聘会一场接着一场 上海则是把找人才 深入到每个社区 成为常态性服务 我们将上有11个 15分钟就业服务圈的一个站点 每个月都会有开展一个 就业的一个服务 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 毕业生能就近得到求职服务 除了提供企业工作机会 还有专人帮忙做就业刑事分析 教导面试技巧等 面试的时候关于薪资和福利 这一块到底就是要不要贪 因为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你们是一张白纸 在这个时候谈薪资 其实是苍白无力的 更多的时候其实是 你们应该是降低心态 抱着一种学习态度 为了积累社会新鲜人的工作经历 上海还和800多家企业 达成实习合作 让毕业生先以实习方式 进到企业磨练 这位未来汽车的销售员 陈清清就是一名实习生 透过八个月的实习 原本大学学的是投资学的她 即将转换跑道 成为未来的正式员工 在不断的实习过程中 找到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 找到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从去年开始 未来加入上海的毕业生实习计划 128位实习生最后录取了37人 除了找企业提供实习机会 云南则向聘请应届毕业生的企业 发放就业补贴 线以下的中小企业 每雇佣一名毕业生 可获发人民币5000的就业补贴 用尽各种方法促就业 不过今日有招聘平台发布报告 指出选择慢就业 就是毕业后不马上找工作的 应届毕业生有近两成 认为这可能反映 大陆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缺陷 大陆教育部部长认为 当前毕业生事业问题是在于求职观念改变 但不可否认的高等教育人才的培养 应该更切合经济社会发展所需 大陆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失衡 在正值经济增长放缓的当下 情况更加恶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